收平 护质涨0.75% 青能源板块先涨停潮 早盘小福拉升走高 深程指冲高回落 临近五盘帆绿 强势震荡 煤炭 钢铁 油气 油色等周期板块卷土重来 等多股 连宇宙板块再度活跃 与野宇宙相关的传媒 虚拟现实也再度走强 白酒板块下挫 盘中跳水大跌超9% 此外 种植 军工 环保 工业母鸡等文帆拉升 日游 小家电 汽车等板块走弱 氢燃料电池概念走强 等近20股涨停 爆发 开源证券表示 当前煤炭股已基本位于底部 伴随煤价回调政策力度趋于稳定 前期坑口超预期限价的风险因素已基本释放 煤炭股将重回业绩支撑的投资主线 在业绩稳健基础上 低估值特点再次凸显 同时双炭背景下煤炭供给有望先于需求达峰 中长期仅供给常态化一期下 煤企价值亟待重估 青能源板块先涨停潮 未来青能产业将进入黄金发展期 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 12月14日 在2021青能产业高峰论坛上预测 到2030年 全球用轻量将达到2亿吨左右 白酒股被锤 据风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赵灵认为 以白酒板块为代表的消费 具备跨周期属性 请目前板块估值与业绩具备性价比 短期关注高端制造 专精特新 工业母机等方向 规避业绩较差公司年报披露中的暴雷风险 中金公司言报指出 美联储宣布将加速削减购债 组合市场预期 货币政策声明删除通胀是暂时性的措辞 经济预测中大幅上吊对通胀的预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货币政策声明删除